水煮牛肉呢是川菜的一道传统名菜 口味呢麻辣鲜香 而且呢吃起来呢还不油腻 咱们今天呢做个家庭扫油版的水煮牛肉 做水煮牛肉呢可以选择牛腿肉或者牛里脊 这切这牛肉呢有讲究 叫横切牛羊猪切顺 咱们要切肉片的时候你看 这是顺着的纹理 你看咱们切片的时候 筋应该顶着来切 这样呢吃起来呢能咬得动 切好的牛肉片呢放在清水当中呢 给它抓洗出血水 洗好之后呢用厨房用纸呢 把它的水分呢给它吸干 洗出来呢很多血污 这也是去山的第一步 现在呢开始给牛肉上浆 咱们放入一小勺的盐 咱们再放点小苏打 来给它抓出粘性 因为牛肉呢是酸性的 小苏打呢是碱性的 酸碱综合呢这个牛肉吃起来呢就滑嫩了 这是我们上浆腌制的一个关键 抓出粘性之后呢咱们来放点料酒 这样去除三味 白胡椒粉 再来呢放点清水 这样呢牛肉呢吃透水之后呢 吃起来就更滑嫩了 再来放一个鸡蛋清呢给它抓匀 再来放入一大勺的土豆淀粉 抓匀之后呢从这个状态 咱们这个上浆呢就上好了 在旁边呢咱们给它腌制个20分钟 这样呢吃起来更滑嫩 这个时候呢咱们来做一个水煮牛肉的灵魂 刀口辣椒 咱们起锅烧热呢少放一点点的油 然后咱们放入干椒和花椒粒 小火炒制的时候呢要不断地翻炒 让它受热均匀 把辣椒呢给它炒香炒酥之后 炒到这个状态呢咱们给它放在砧板上 用刀呢给它斩碎 斩到这个状态呢就可以了 现在呢咱们把这个辅料豆芽末耳焯下水 咱们放点盐入个底味 捞出来呢沥干水分给它放入碗底 现在呢起锅烧热咱们加入油 放入葱姜 放入一勺的皮前豆瓣酱 在家里制作呢可以放点火锅底料 中火呢给它炒香炒透 炒出红油 炒到这个状态呢咱们烹入料酒 加入开水 开锅之后呢放入生抽调味 现在呢放点老抽呢调节一下颜色 开锅煮三分钟把料渣呢打出来 这个时候呢开始下入牛肉片 下去之后啊不要马上的搅动 让它蛋白质呢凝结一下 咱们慢慢呢用筷子划散 这个姜呢上好之后呢一个是不脱姜 第二呢是煮完之后呢汤汁也不粘糊 开锅呢把浮沫呢给它撇一下 这个牛肉啊在锅里煮一分多钟就可以 这样的牛肉呢非常的滑嫩 把牛肉呢倒入碗中 把刚才制作的刀口辣椒放在上面 放上蒜末 芝麻 香葱 浇入热油 这样一倒水煮牛肉就做好了 这道菜呢相传是在北宋时期 盐都四川的自贡 当地呢盛产盐 盐井呢要按鹿鹿用牛来拉 那么牛久而久之拉的时间长了 过个几年以后呢 那个牛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就要被淘汰 就要被宰杀 那么宰杀后的牛肉呢 加上花椒盐水来烹制 就成为一道非常美味的一种食品 那么后来呢 人们就不断地调整 不断地再创造创新 形成了今天的非常著名的一道 水煮牛肉的菜肴 关注我们 明天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